大家好,我是何一 上期说到杰克战败 没想到他在失去意识的情况下 还是出于本能打出致命一击 所幸是皮克早茶绝不对 没继续靠近 德川随后将杰克送到医院 医生在交代重要事情后 坐下和两人说明杰克的情况 德川却比较好奇他失去意识后的攻击 医生说就算已失去性命 有些特殊案例的人类还是能行动 有一个发生在战争时期的故事 某国士兵被敌人抓到就要被处决 对蒙上眼的士兵只能等死 只有队长提出一个很离谱的请求 说等下被斩首后会自己抱着脑袋跑 并会从部下面前跑过 能跑过多少人就释放多少人 敌军听后都觉得他疯了 没想到就在他被斩首后 竟然真的抱着头颅跑过全体部下面前 而杰克毕生都在追求更强 被打倒后还是会想该如何继续战斗 脑中的计划深深刻在身体每一个角落 护士推门进来说杰克不见了 而他自然是回到竞技场找到皮克 到线后就继续发起猛烈的攻击 连续几次都正面踢中皮克的脸 没想到皮克竟然落荒而逃 虽然只是受到皮肉之伤 但杰克是皮克从没见过的人类 杀也杀不死 打也打不死 无论之前的对手有多厉害 只要死掉就代表结束 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正常规矩 但杰克故意让身体过度负荷 不顾后果摄取过多药物 甚至做骨骼延长手术 完全就违背了自然规矩 就像人类会害怕鬼魂 和接触不自然的事情一样 但远古战士不可能会一直害怕下去 在战斗开始两分钟后 皮克在白恶纪不败的傲气又重新回来 大吼一声后开始攻击 已经输过一场的杰克自然不是对手 整个人被打得在空中不停旋转 中毒昏迷又一次落败 等他醒过来时已经被送回医院 博士和德川都劝他别再打了 但他根本不听劝就要再战一场 任牙挡在前面问他要去哪里 表示作为天生的斗士 很明白杰克的感受 任牙见他执意要去大喊阻止 说出他昏迷后发生的事情 原来皮克刚才打败杰克后 没将他吃掉 反而是做了一件对斗士来说是耻辱的事情 昏迷的杰克被皮克带到高楼 非常谨慎确保他不会掉下去和受伤 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只是想将他这个对手当成食物来保存 杰克听完后非常愤怒 只能用咆哮来让此事不甘落寞 任牙之后直接找上皮克 但他却没有直接开打 而是要先等皮克不吃东西几天 刘传将这件事告诉了勇次郎 问他觉得任牙会不会赢 毕竟之前被皮克打败的三人 随便一个就算打败任牙也不意外 雍次郎说任牙有那三人都欠缺的东西 也就是继承了范马家的优良血统 虽然杰克也是他的儿子 但从结果来看他遗传不到 奇怪的言论让德川都有点懵逼 问勇次郎有没有打算和皮克交手 这话让他突然激动起来 一个手刀将草莲给劈成一半 表示会将胜利一方给吃掉 任牙还在静静坐着 不想再看着皮克和自己之外的人战斗 德川此时在和博士用餐 问起几天没进食的皮克时 博士竟然说问题已经解决了 他已经成功获得由皮克猎杀的食物 也就是保存在冷冻式的暴龙 皮克也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博士的手下将40公斤的暴龙肉运到附近 皮克拿起来就开始狂吃 还大方地分给任牙 看他吃得津津有味 任牙也只好接受好意 仔细品尝这一块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的生肉 就在两人吃饱后 任牙才突然想到 如果皮克吃饱了 就不会和他打一架 博士这里也给出皮克不会打的答案 刚才的食物是用保存下来的暴龙肉 利用生物科技来进行复制 李皮克将吃掉原有的暴龙肉 还有两年的分量 这段时间绝对有足够的时间来复制生产 所以有食物的皮克绝对不会在战斗 德川将这件事转告给华山 听到他和皮克曾比较过力量 德川直呼可惜错过精彩的一幕 华山说皮克是站在他们这边的 无论吃不吃对手都好 皮克都还是喜欢较劲 就像最优秀的一队男女待在一间房 绝对不会无视对方 而是互相欣赏凝视对方 任牙突然想到什么主动走向皮克 轻轻拍了拍皮克的优脸 没想到这挑衅方法竟然有效 猛的一冲要撕裂眼前的对手 在美国的终极格斗冠军赛 头号男是比赛的头号种子 对手是不被看好的鞭子男 没想到头号男却陷入苦战 虽然好不容易胜出比赛 却因为体力耗尽放弃出战第二回合 当问到鞭子男那超水平的秘密时 他生气表示被头号男傲慢 又轻轻打了打脸颊 被挑衅的皮克一口气将任牙推到尾端 任牙没立刻反击 反而感谢皮克理解他的挑衅行为 而这也是皮克第一次 不为食物而是为了尊严而战 最强少年和最强原始人的大战一触即放 任牙击脚将皮克给踢倒 德川和花山刚好来到 趁皮克还没醒来时 任牙脱下衣物就准备好要认真打伤一架 也要让皮克明白 这场战斗是为了维护自尊而战 皮克刚缓过来就直面吃了一脚 任牙跳起来将他踩在地下 一脚接着一脚猛烈进攻 皮克刚想逃走就被任牙勒紧 缺氧导致他很快失去意识 但最强原始人自然不会被轻易打倒 瞬间跳到高高的观众席上 抓着栏杆要将对手中摔下去 两人从至少30米高的地方慢慢掉下来 看鞋的几人都清楚摔下去一定会死人 两人撞上地面的瞬间发出巨大的声响 任牙直接被摔得失去意识 就在尘土散去时 两人竟然奇迹般的都站着 皮克慢慢靠近任牙 但此时的他已经失去意识 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失去意识的任牙 究竟会不会被皮克杀掉 请敬请期待下一集 我是何一 和我一起走进动漫的世界 请期待